真牛 真牛 随便一探 真假立宪天津 立德顺小老饭庄 四个人 412 剩很多 芝麻牛肉78 这个得多少牛 这怎么着也得 二斤吧 牛肉呢 就是把牛肉先拿汤给它露熟了它 开粉脱蛋 蘸上芝麻 本身里边的牛肉就还好吃了 何况外边再沾加一个炸好的芝麻 78块钱 78块钱 真牛 真牛 锅它三样 48块钱 我先拔一下吧 要不我看不出来 里边的牛肉 虾仁 鸡蛋 尝尝一烫 果然还是一个咸咸的味儿 看着黄黄的 其实里边汁味不是很重 牛肉 不像是滑溜的那肉片那么滑嫩 我觉得就是应该炒好的一个菜 煎的时候两边加上鸡蛋 加上汁 一孤独 圆锅勾勾芡 来一大翻勺 这个食材和做法没什么特殊的 配上它的价格 它就挺不错的 松鼠鱼 78块钱 草鱼 天津的番茄酱是不是都是一个品牌 跟那个烟尘楼的色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汁的味道要皮 烟尘楼那个好 鱼外焦鲤嫩 汁味调的酸甜适中 这个鱼不错 松鼠的刀工 毛再长一点就更优秀了 下边的话就是对师傅说的 您的汁味调的不错 它这个拍粉的方法 可以稍微再改良一下 是拍两遍粉 一遍粉的口感就是没有两遍粉的口感好 这是很多食物都不知道的 圆爆肚丝48 小李们家在挪天津肚里 这咱哪吃48块钱的圆爆肚丝 48块钱还挺好吃的 真挺好吃的 胡椒粉和盐味都够了 毒也挺新鲜的 有一窝不 没有 就是毒的那种熟了之后那种香味 口感也对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毒叫金钱毒 这个在好多地方都是丹麦的 如果再有一点醋烹个锅 这就更香了 挺好的 真的48块钱这么大一盘 没毛了 老味番茄牛肉68块 牛肋调 牛肉肥瘦相间 软烂入味 用番茄酱调了个口 牛肉把番茄酱的味儿吸得挺足的 师傅这勺子没涮干净吗 好像还有点番茄油的味儿 不然比较复合 单说这个菜品来讲 我觉得它放的话就有点怪 但是不难吃 好 我们做到总结 就这么4个人 412 我们全是点的硬菜 什么叫硬菜呢 在菜谱上翻的都是最贵的 除了一个羊嘴需要预定之外 剩下最贵我们都点完了 基本上得是6人的量 如果你们来的话 正常点的菜 也就人均五六十块钱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们的不一味的推崇价格便宜 一味的推崇低价格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以味道好吃为主 一定是像这种又好吃又便宜的 我们觉得非常不错 值得推荐 太羡慕天津人民了 我到底看看天津的牛肉多少钱一斤